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見多久不見了 之前是否看大家看機仔和我倒水來都很開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新的樓盤項目 它就是在溫哥華西區,我身後其實是Granful 大家有印象的話,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這條街 公司在前面有一個Lifting,在後面Granful S7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未建出來的10層樓高 都很久沒有提供過這些,在西區 因為之前跟大家分享西區,都是說三、四層樓高 在Carrie,在登巴,甚至是上面Kips那邊那些 這個W68,是我身後的Sell Center 將來的建築都會建在這裡 大家看到現在是Sell Center,後面有些舊一些建築 那些都會拆掉,它會貼著Sell Center 前面有兩棟,我們之前已經看過的樓 就是Granful S70,West Bank建的兩棟 它會建在這裡,High rise就是這個位置 前面有些Common Area和商鋪 就是這樣的項目 我們現在就進去Sell Center和大家看看 將來建築的Presale W68 會在兩棟建築後一點,在Sell Center再過去 現在的尺寸其實是一些比較舊的商鋪 它會建一座10層高的建築 就是Granful,隔68階 我們現在看看建築模特兒 將來在2024年秋季喜好 大家會看到大概這個樣子的建築 住宅是三樓開始的 這一層是三樓 三樓會有一些大的露台 待會計算過去就會看到 二樓會有一些辦公室 可以在這裡辦公 然後Ground floor就會有一些市場 這邊就是Granful Street 我身後就是北邊 到這條街的交叉位是68階 向前有些Common Area 前面就是Safeway 再上去就是Granful S70 兩棟High rise 大家會看到也有距離 所以即使這些向南的單位 都會有一個開放的景觀 可以看到南邊Richmond的景觀 我們看看特色單位 整個建築模特兒 整個建築是十層高 真正可以住的三樓到十樓 高的這兩層十樓和九樓 都會是比較特色的單位 在他們的高度 大家都會看到這些全都是九尺樓底 到九樓十層是十尺樓底 十樓有些位置 住室會去到十四尺樓底 之前跟大家看過很多不同的項目 例如Concord Metro 或者其他高高度 單邊 即是單邊 經常被兩房是罷了 要買兩房才有機會有幾個房間 這一個項目 我見到比較特色的 它設定了一個房間 就是一座房 即使你不需要兩房那麼多 一座房也有機會有兩邊窗 彩光足的大露台 这就是一房 中间夹一个小的一房 这就是两房 全层八户单位只有两个是两房单位 这就是安静一点 向着内街 因为这边是后巷back lane 是独立屋 这就是西南角的两房 这就是夹了一房 这就是三房 这就是西北角 向着北边有雪山景 向着西边 彩光好 而且是内街静一点 出回来这边 东北角 如果喜欢看雪山景 和喜欢神光第一线的朋友 这两房可能适合 因为它会看到雪山 和向着东边 但相对来说弱点 它也会面向着Granville Street 有一半 可能会有多少少噪音 这边夹着也是一房单位 其实刚才说了 它会有商户 所以商户也会有 common area 也会拿出来买 不过现在是迟一点 将来租地方办公 或者想买business 来投资 可以之后再跟进一下 现在还未卖 即是如果你将来 是买这些商户 或者下面零售店 你可以有一个 access 去到二楼的平台 好像休息区 如果是住户 你的公众地方就是三楼 下面是商户就不能上来 就是住宅才能上来 有健身房 然后有外面的 common area 还有后面的park area 我们看的是一房加flex 570席的单位 但因为这里的位置所限 其实它做不了整个switch 它会是miss了entry 即是entry closet 和laugry 就不能上来 我们先看看 我们假设已经进入了这个unit 进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房570呎 有厨房位 然后中间一个formal dining area 还有一个living room space 然后对着露台 然后房间在这里 洗手间 还有一个flex 我们一样一样慢慢看 我们先看看厨房 Color skin的话 其实是深色系 大家会看到主要是黑白配 地板是深色一点的 材料是engineer hardware 然后厨櫃 其实下半身的厨櫃 都会是白色的 上面会是dark color finish 大家可以看到 材质方面 台面也是石鹰 quartz 这一款比较少见 不是那种亮面 摸下去有些质感 比较matte finish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些上面的柜都是向上开的 然后你盖下来 它就会close up 不需要很大力的 这些全部都是向上开 这个是七路烟机上面的风扇 散风机 上面按一下 也是向上的 它不会很傻 去到顶上 你盖不回 只有一半 它就会自己停 按一下 对 好 差不多到这个位 话说我高度是170 这样 169 我不是169 我已经避开了我这个高度169很久 哎呦 没错 我现在关不了 OK 好 好了 然后 你不要把这个花碎拿出来 你自己说的169 170 一开始我问你第一次 你结果 169 不是 不是 170 好 好 这个backslash 其实它是大片瓷砖 很大块 长条形无缝 我唯一找到现在的摺口位 其实是上面 这里 这里 上面也是一块大的 所以你看这个平面 全块过 桌面一样 跟Island一样 是Quartz 大家开过来看看这个洗手盆 它也是可以炆出来的水喉 冷月水 它是有多一层的这些架 给你放东西 还有它也有了一个好像盖的东西 让你看到漂亮一点 一房和两房都会用24寸的路头 焗炉和冰箱 三房就会大些寸数 路头和这些全部都是Gagano的组合 这些是Gas路头 然后下面是焗炉 然后大家会看到 旁边这些全部都是做了柜桶 我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碗碟机 小碗碟机也是Gagano 包括晶盘下面 它也是拉出来的柜桶 也会包含垃圾桶 厨余箱的膠盘给大家 然后这边这些打开了一格之后 还有这些是金属包扁 金属桂桶的边 这里也是桂桶 跟刚才那套是一样的 这边就是冰箱 大家可以看到冰箱也是30寸 不是24寸 冰箱也是24寸 也是Gagano 下面是冰箱 对 你的耐力 OK 下面有一些柜桶 两格的 挺硬的 我先洗碗碟机 好 Island下面 都会是两格柜桶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其中有一个是UV的柜桶 UV的柜桶 就是紫外线消毒 比如说 有时用手机 铁匙 你可以回家 放在这里 顺便可以帮你消毒 如果是没有Island unit 这个柜桶 可能是装在这些位置 下面也是一样 一格大格的 一样 这里也是两格 这边就是一个 Display Shelfing 就是这里 没有门 大家可以放一些漂亮的装饰品 在这里 OK 这个Island 就是放到两张椅子 然后后面 还有一个座位 可以是Dining Room 我们去看看Flex 先 这个Charge 对 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Charge 的地方 它会放在桌面 你知道在某一个地方 你可以放过手机 在Wireless Charge 然后我们来看看Flex 这个是A5的Plan 其中一个One Bag 它可以很舒服地放到一张小小的单人床 还可以走进来 关门 床边位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关门 我看其他One Bag Room 的Flex 未必每个人都可以按试正放到床 有些可能是短一点 或者没那么阔 可能是要在Murphy Bag 就不可以平放 这个要大家看看Flex 这些大家看到 所有的都是Display 不包括 门框 就会是这样的 就不是白色 到时它会给到这个Color 的门框 令到家屋有些生气 然后我们过来看看洗手间 Dark Color Scheme 所以大家看到有些边 是用了深色的 这里有个Medicine Cabinet 这边是可以开放的 可以放化妆品 然后这里是套进去的位 让你放Display Item 即是是镜子 然后这里还有空出来的位 大家看到这个整个洗手间 是四面都铺砖的 我看到这边挂毛巾 一路整幅床座座 浴缸三面床 这边全部都是铺 正方形的大砖 地下都是铺砖 同一个Style 然后来看看这个芯盘 比较少见 因为它整个 大家看到 它都是Style Stone 整块都是由石鹰砌出来的 这些全部都不是圆形边 是正方形 即是角起角位 很酷 但可能清洁的时候 大家就要用多些努力 因为这些角位 没有圆边位 那么容易清洁 不过很美观 这个可以移动 OK 对 对 两格桂桶 这些石鹰的面盘 刚才我老公研究过 它主要防水功能 就是靠下面底部的一些胶边 然后这边有包住座座 浴缸的话 它是一块不能动的玻璃 就有黑框 然后这一个就是 Frameless的一道门 开关 它也很贴心 这里还安装了一个勾 可以给你拔的玻璃 然后呢 有一个大的Rain Hand在上面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Hand Hale的Shower 然后呢 这个地面 浴缸下面都是Quartz 去水位做了在这里 有一个natural的向下 是一个坡道的 我也看到 它的底盘整个都是Quartz 然后呢 我们看完这里之后 就去看看房间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这个房间呢 现在就放了Queen Size Bag 然后呢 是有一个长条型的衣柜 因为它没有安装到门 到时那些门呢 是不会推拉 它是Folding Door 就是会摺气的门 然后Organizer 就包了在里面 就是这些的柜桶 都看到这些插头 不包在IKEA 这些 这些 这四格柜桶 我现在总共看到 这些下面的一层 都有一条通的 可以掛衣服 这里也有一块板 比较实用的 可以放东西 这些床 就是Display Item 好了 我们讲回楼底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高度 其实是高过实际上 会比大家的unit 实际楼底是9尺高的 会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矮一点的 我们去看一下露台 这个一房的露台 大家看到这个阔道 我在这里走 这里的空间大概100尺左右 你除了住室外 房间的窗窗 都会看到自己的露台 到时这个unit 都会是双层玻璃 就不是像现在Display 单层 就会像正常我们平时看到 双层玻璃的厚度 它全部都有Flex 除了一房位两房都有Flex 有一些Flex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另外一些可能会小一点 或者可能形状有些不同 例如我举例另一个 大家可以想想 就可以turn into office space 在这边做了一个Display 给大家参考 可以怎样做 到时大家就动下脑筋 这个大厦的管理费 就是5.91尺 包冷暖气 包含油 然后也会包会所设施 这个大厦 就不会有concierge 即是不会有个人坐在里面 不会做concierge 可能建筑会有care taker 但也会包含那个费用 当然会所设施 整个大厦的保险都会包含在里面 所以大家入住了这些建筑后 只需要给电费就可以了 它一梯会有8个单位 然后用两部升降 由四楼到十楼都会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floor place 这个户型 我们由一房开始讲 一房有五个单位 有五个单位都是一房 最小的就是400多尺 有个500多尺 有个600多尺 500多尺 总共有三个400多尺的单位 你买回来时都会没有parking 如果想买parking 都要按Way List 另外这个570尺和614尺 这两个粉红色的一房 就会有parking和locker 我们讲回这些小的一房的价位 小的这些可能是60万头 开始就会有了 每一层的difference 可能是一万多元 从四楼开始计算起 570尺这一只plan的价位 大概是82万开始 最有starting price 因为它是570尺 这只600多尺 都差了几十尺 但是这一只floor plan 可能都要接近90万 好了 讲讲两房 两房是两个corner 一个是东北corner 这个东北corner 东北corner是小一点 是700尺的两房 也有flash 然后也有西南角的两房 大一点 721尺 这两个两房的价位 大家预约100万左右 可能低楼层的 小一点的两房 有机会是少许100万 98万、99万 如果想要西南corner 安静 内阶大一点的两房高层 可能大家都要预期 1.1、1.2的价钱 到三房的话 就会是这一只 深灰色最大的户型 它也佔了一个很大的平面 全部都是corner 房间都会有 试试正正 其中一个放到 king size 有walk-in closet 有双升盘 还有这个unit 都会有两个车位 958尺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8-3-8-4万 每一层的差别都会大一点 大部分厨房 都会是直小型的厨房 加一个island 或者旁边有两个东西 有朋友跟我说 特别喜欢L-shape 就是这一只 A3唯一有L-shape厨房 L-shape corner 其他大部分都是这样一条过的 如果有两房 可能旁边有一个pantry放东西 有一个fridge放在旁边 另外还要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想投资 买一个小小的单位 一些小的单位可能会比较适合 但有些不是房间是用长壁架的 例如这一只最小的 它是一个sliding door的格式 大家就看 各人喜好引人而异 不过就实用 有一个flex在旁边 那flex还连起床 可以当作Walk in Closet 我觉得 通常我们买楼的时候 如果大家对某一个单位有兴趣 或者可能有几个 首选 次选 三选 我们会填一张Suite Request 有你的ID 有你的Information 跟发展商去挥施 一个单位 最适合大家的回来 那我们说回 整栋楼 会是2024年的年底左右 这些是管理费包的东西 Deposit structure 大家就预计是大约20%左右 如果你是有身份的话 因为最后的5%是 for early purchase 例如我们这两三个礼拜内买 我相信我们会可以 描述到 不需要给最后的5% 不需要25% 如果大家是未有身份 你只是想投资 先等几年后 你才得到ID的话 那你就要给最后这两个 是10% 即总共30% 但如果你说 我不是在early purchase 在这阶段买的 可能我说 两三个月后 才看到这个项目 还不买到单位 那可能就要25% 或者35% 的Deposit 那我们有查过 这个建议 它刚好是中学校 是McGee和Churchill 都可以的 有时候有些朋友 我想读Churchill 但又未必想住 在Marine Canby 那里比较多车 或者比较繁忙 还有Skytrain 我想去一些静 但又想住高层 有观看 那你可以考虑W68 那校网也是for betweenChurchill 不如你要开车 送小朋友上学 或者小朋友自己 踩单车 乘搭车 那小学校网 它就会是这一间McKinney 那周边的话 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 基本上是one site 是比较南边的位置 那就会多看一些 Richmond 机场 水 那边 比如说我之前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由高层看出去的风景 是怎样可以参考一下 我之前的Listing那条片 不过那个是21楼 认出的 这边就没那么高 但也会看到一些水 山 这样